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棋盘关 四川通往东北 华北 西北和中原的咽喉要道 每天来来往往进出于四川省的所有客户车都会在此接受检查 在这个月饼盒中 广员警方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管状物品 同时 座位的周围还有一股浓烈的香味 党容军 东北口云男子 是这辆成都开往青岛的大巴车上八号座的乘客 也是黑色口袋的所有者 从这些包装好的茶叶袋中 警方供查获冰毒450克 马骨300例 一般人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茶叶袋 却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携带毒品的党容军 以为严密的伪装便可以瞒天过海 但是他没有料到 还是没能躲过警方的视线 最终人脏并获 尽管政据确凿 但是党容军却不愿意配合警方的工作 对于这些毒品的来源和去向 他都拒不交代 想要一个人承担全部后果 党容军如此的负于顽抗 他究竟想要保护一个怎样的幕后团伙 面对他的三间棋口 警方又该如何去寻找突破口呢 聚焦一线 直进现场 大巴车上金线奇特茶叶袋 电极间内竟上演人间蒸发 行踪诡异的女子神出鬼没的马仔 严密保护的出租屋 错综复杂的交易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幕后团伙 白色漩涡 一线正在播出 网藏县公安局进度大队很快接手了这起案件 面对党容军的拒不交代 侦察员决定从他的随身物品开始着手调查 在这些物品中 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引起了警方的主意 随着调查的深入 更多疑点呈现出来 党容军的首期显示 前几天他和一个叫做燕子的人 有着非常频繁的通话 除此以外 燕子发给港容军的一条短信 似乎也说明了两人的关系 就说以后 经常到成都来 大家都联系 价格还会便宜点 通过这条短信 然后我们第一感觉就是有可能 这个党容军或这个燕子有联系 而且进一步可能就说明是在毒品上面联系 燕子究竟是谁 他和陈开燕会不会就是同一个人呢 通过调查 警方得知 这个电话号码归属地为成都 并且记住姓名正是陈开燕 研究大量证据 党容军终于开口了 在这个技术上 他很快就交代了 他到成都来 到陈开燕 购买毒品 然后运到辽宁区 贩卖的这种主要的犯罪事实 在党容军的印象中 陈开燕并没有固定居所 两人每次见面都是在陈开燕公职的游戏厅里 而后 警方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叫的9月5号 他和陈开燕到印度网小区 去拿了一个50克的病毒 像往常一样 陈开燕并没有让党容军 参与当面交易 只身前往 根据党容军的供述 警方调取了银罗湾小区的监控录像 正是陈开燕 确实于9月5日12点02分左右 送一辆白色轿车下来 独自进入银罗湾小区 但奇怪的是 录像中并没有陈开燕离开了画面 而是在12点28分时 他先前乘坐的那辆白色轿车 却突然开走了 在陈开燕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银罗湾小区 云罗湾小区共有八幢楼 他又去了哪里 在5号楼三单元电机的监控画面中 警方找到了这个女人 12点03分进入后 他先后按下了数字4和9 随后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在电梯里面我们就发现了陈开燕 从自己包里面拿了一顿钱出来 输了一点 坐在另外一个包里面 电梯到达四楼 陈开燕走了出去 并没有载到九楼 陈开燕可能是一个居间介绍 从中转去插架这么一个中间的 并不是真正的持有病毒的 这么一个贩卖毒品的备限 大约六分钟后 一名瘦瘦的男子也搭乘电梯到了四楼 很快 他和陈开燕同时反过电梯 两人相谈甚欢 到达一楼时一起走出电梯 然而奇怪的是 切换到大门监控 警方却只看到这名男子单独跑出大门 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车移开了 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通过那个电梯面的监控视频 发现陈开燕和那个男子是一起下来的 但是这个时候陈开燕不见了 陈开燕的行踪像名一样 开奥迪车的男子更是行迹可疑 警方发现12点14分 这名男子离开一楼湾大门 不到一分钟 所有开着车从另外一道门进入 随后再从大门开出 12点28分 陈开燕之前乘坐的白色轿车最后离开 仔细观察这段视频 警方发现在白色轿车离开前 有一个人已经进入车内 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陈开燕 陈开燕到那个小区 搭着最后一个电话 用那个男子碰到之前 搭着最后一个电话 然后就是个总店 12点到12点晚 就是给过一个号码 通过这个号码查询 就参与了一个叫戴明根的人 戴明根男34岁 成都经常现人 从其户籍照片来看 与监控录像拍到的神明男子 正是同一个人 在对其进行深入调查后 警方更加确定 戴明根正是为陈开燕 提供毒品的上家 戴明根以前有枪击的全国记录 现在是无业 居无丁锁 然后结合那个视频 就发现很奇怪 这个人居然是 醒了什么 没多长时间 然后 又开少点 又没有固定的注锁 这一点就引起我们的怀疑 党容军公述 他只在陈开燕一人处购买过毒品 而陈开燕的上家戴明根 也被警方掌握 按理说 案件侦破 已经可以告一段落 然而 一个细微的发现 让民警们意识到 一切才刚刚开始 如果真有别的上家 那么这个人会隐藏于何处呢 警方认真梳理陈开燕的通话记录 发现 除了带明根的电话外 还有一个号码 与其联系格外紧密 而这个号码 在之前和9月6号之后 他们联系的那个频率就相当低 而9月6号那一天 他们联系的有数十次 这个号码就很不得上 如此频繁的电话 说明9月6日当天 两人很有可能 在商量交易的数量 以及时间和地点 那么这个号码的持有者 便有着重大嫌疑 就发现了一个外号 叫拉瓜 名字叫杨戴军 这么一个男子 二十几岁 这个男子也是有吸毒性口的 警方推测 我的年龄下方的 年龄下方的 年龄下方的 然后两个就 到游戏厅 去打 铺一局 杨戴军几乎每天 都和这名瘦瘦的小伙子 在一起很少回家 总是白天在游戏厅里 玩捕鱼鸡 晚上一同回到 湘江岸小区 三号楼二单元的 902房休息 陈开燕的另一商家 终于浮出水面 然而 树立杨戴军的活动轨迹 警方却有了新的疑问 跟杨戴军一起被视为马仔的 还有他身边这个瘦瘦的男子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 那么他们两人的背后 势必还有一个幕后老大 很有可能 他们依附着一个大型的贩毒团伙 他们很有可能 就把毒品放在了 湘江岸小区三号楼二单元的 902号房间里 而这套房也很有可能 就是他们的巢穴所在 警方很清楚 要想尽快的找到答案 就必须要对这个902号房 实施24小时监控 乔庄打扮 外卖小工揭开秘密窝点 群线追击 神秘合伙人浮出水面 白色漩涡 一线正在播出 对902号房进行的连续监控 让警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物业公司 警方很快查出 902号房 并不是由业主本人居住 而是外租给一个 叫余磊的男子 余磊男 26岁 自传梁山人 又吸毒前科 并曾经被相关部门处理过 和杨戴军相似的经历 足以说明 这两个人很有可能 在共同贩卖毒品 就这样 侦察员借着902号房 叫外卖的契机 化妆呈送和饭的小工 成功敲开了902房的房门 开门的真是那个杨戴军 但是每一打开 就有一个相当浓的那种 磁性的那种气味 他们不让我们 我们通过恩客 往里面 出了几年 客厅里面 摆满了这种玻璃器皿 瓶瓶罐 其中有一个那个 究竟路上 有一个烧杯 真的毛烟 真的假的 当时我们就坚定了 那个地方 是一个制度的 这种信心 为了查清这个 制贩毒团伙的成员 了解其交易关系 警方决定 继续对902号房实施监控 几天后 也就是2013年9月22日 一辆车牌围 穿A9EY77的黑色本田轿车 进入警方视线 通过调查车辆 警方很快落实了两个人的身份 最后 对其户籍资料上的照片 进行比对 警方发现 出现在鱼类住处的女子 正是李俊慧 李俊慧 总和鱼类在一起 甚至经常深夜 还和鱼类共同外出 他们究竟会是什么关系呢 9月30日 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李俊慧向一金夫妇 带着前来找鱼类 最后 杨戴军和同伴 离开乡家案902号房 走出小区 并在一个小卖部门口 停了下来 他们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排华了大约五六分钟 二人才动身离开 一次就跟到 离乡家案不远的 一个叫 永铁花园那个小区 他就直接上了 那个小区的二单元 是五六二号房间 不到一分钟 两人离开熔铁花园 一千一后 赶回乡家案902号房 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 他们手里拿着的 正是那个 看着十分眼熟的黄色口袋 他上去之后不久 这包用黄色塑料袋包装的神秘物品究竟是什么 鱼类和向一金 又会驱车 赶往哪里 警方跟踪发现 黑色广本车 在成雅高速路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 停了下来 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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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两个人 跟上张道 剑个水桶 你看 我拿个红颜色袋子 我拿红颜色袋子 看没有 根据我们以前掌握和了解培训的这些东西 那就是在用化学物品与那个麻黄树进行化学繁衍 除去麻黄树里面的杂质 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情况 那些处人他们是在制造病毒 这件事让两个事实变得清晰 一是李俊慧向一亲夫妇在和于磊一起制造毒品 二是熔铁花园二单元1502号的住户 就是为他们提供制作原料拔黄素的人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在物业公司警方很快了解到 业主已将这套房屋外租 登记入住的是一个叫于海荣的五十来岁的男子 我们通过这个于海荣进行查询 发现这个鱼类和于海荣是复制关系 是复合在一起 通过跟踪警方发现于海荣酷爱打麻将 每天他都会骑着自行车到固定的茶馆里跟人打牌 经过几天观察 一个女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经常开了一个奔驰到于海荣楼下 但是每次这个女士来的时候呢 都会在那个农天花园大门口听到 从来也不下车 那都是于海荣亲自下来 到这个女士车上 很简单的走过一分八钟就走了 警方对神秘女人的活动轨迹进行调查 发现他每次到于海荣住处之前 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做什么 总会先去一个固定地方 取走一袋物品 而后再赶往农铁花园与于海荣卸灭 这个现象足以表明 开奔驰车的女人极有可能 就是于海荣的上下 警方根据车辆登记信息 发现这辆价值近两百万的豪车的车主 是一个名叫陈永芳的46岁的女人 通过陈永芳的照片 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人 我们也就确认 到海荣家里面去的能与的 就是陈永芳 除此以外 陈永芳的一句话 更让警方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有一次在陈永芳 在一个馆子里面吃饭的时候 他说一句 他说我们来签的门都和你们来签的门都不一样 你们是做大生意 这句话就引起了我们的警察 那我们就怀疑陈永芳 可能是一个 麻烦说很大的一个供应商 陈永芳的嫌疑被最终确认 同时在对于海荣进行监控时 另一可疑对象也浮出水面 在于海荣的身边 由于年龄相仿的男子 两人经常结伴到广场上笑舞晒太阳 他们的交往看似并没有任何可疑 但这名男子身上 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特征 却彻底出卖了自己 究竟是怎样的化学反应能产生这样的疤痕 警方又该如何确定这个男人的真实身份呢 我们通过于海荣的电话号码 分析发现 他除了给他儿子于瑞和陈永芳联系密切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号码联系匠的密切 我们即使调出了另外一个号码的相关信息 发现那个电话号码登记的印字叫杨根福 杨根福 男52岁 成都本地人 根据其顾及信息上的照片 警方很慌认出 此人正是经常和于海荣一起跳舞的男子 而后 与他的进一步调查 警方也迅速找出了 其手上疤痕产生的原因 原来 早在2011年 杨根福就因为涉嫌制造毒品 被南部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由于当时患有耳癌 最后取保候审 我们即使由南部县公安局的连线 发现杨根福实际上是在直查马王宿 而他与于海荣有接触相当的频繁 我们就怀疑到 要么他还在直查马王宿 同时有可能给于海荣提供马王宿 整个制贩毒团伙的成员构成 已经基本莫清 警方等待抓捕时机 就在此时 负责对党农军进行调查的侦查员 反馈会一个重要信息 这一次购买毒品的近十万元毒资 是自己和一个叫雷子的人各出百分之五十 两人商定好毒品卖出后 再对利润进行四流分成 通过这党农军提供的信息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在安山市公安机关的一个进度部门 把他这个三年以来 那个是所办理 摄毒案件的一些案件 由别的门全部撂出来 撂出来过后一本一本的翻 后面在2010年有一本材料当中 涉及到一个吸毒案件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材料里面翻译一个雷子 雷子的真实名就叫孟祥阵 警方立即将孟祥阵照片打印出来 并交给党农军辨认 最终确定 这个男人正是和党农军一起贩卖毒品的雷子 经过十多天的摸牌 几经周折 侦探员终于找到了孟祥阵的落脚点 10月21日 在其出租房中 坐镇安安山的毒贩孟祥阵被警方一举抓获 时隔一前 成都警方也迎来了抓捕时机 10月22日晚 侦探员发现杨根副给于海荣拿了两包东西 平时和杨带主一起打一个小子 就一起到于海荣去 把两包东西拿到余磊 就像江岸住这个地方去了 然后前期开关门车 那个李俊慧和向益金夫妇 也就到到向益岸 余磊要做错 很快 余磊 李俊慧 向益金三人便开车离开了香江岸小区 往成都市区外开去 专案组立即抽掉40多名警力赶赴成都 进行详细部署 并分成五个抓捕组 力争将整个制贩毒团伙 一网打击 10月23日傍晚 正在加热液台冰毒的向益金 在人寿家中被捕 最后在附近销售冰毒的李俊慧和余磊也相继落网 警方从这一制毒窝点中 收缴冰毒255克 液台冰毒21000克 晚上11点 陈永芳被抓获 警方在其家中搜出麻黄素66公斤 现金43万元 4日凌晨3点 警方抓获杨根腹 并从其家中收缴麻黄素6公斤 及制造工具若干 与此同时 陈开燕 戴明根 杨戴军 李明 于海荣等15人 也悉数归案 历史两个月 这一横跨辽宁四川的制贩毒团伙 被警方彻底地打掉 至此 一张庞大的关系网摆在了面前 仔细梳理这些人的关系 警方发现了有一对奇怪的父子 这就是提供原材料的于海荣和制造冰毒的于雷 父子俩在生意上配合得极其默契 但是生活中却格外的疏远 不仅没有住在一起 就连警方对他们实施监控的两个月时间内 都没见他们彼此见过一面 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众人皆知的关系背后 这对父子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 又是什么原因 让血浓于水的父子 甘愿眼睁睁地看着彼此 步入犯罪的深渊 形同陌路 却难提金钱诱惑 书院父子终联手 亲密合作 白色漩涡 一线正在播出 记者在旺苍县看守所 见到于磊 已是2014年3月 仅五个月的墙日戒毒 于磊的脸庞变得有些圆润 窒息未脱的模样 让人很难将他与特大制范度团伙的 核心人物联系起来 你主要是制毒 是吗 是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姚姚女 从23岁起 于磊就开始制造毒品 然而 这个如今只有26岁的小伙子 涉毒却已长达十年之久 05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成都流行 刷了个听分的时候 K分的时候 和腰头玩的时候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都刚刚上初中了 学校的那些 就和我们一起 就刷听分 然后慢慢慢慢就 所以不想读 我都在说大家就被开除 在学校开除后 于磊并没有寻找工作 而是整天混迹于社会 完全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 你哪里的成绩 就贩毒 就一贩两贩 也是 09年 10年的时候 一般有外地的人来找你 帮他拿毒品 从磊君子到毒贩 这两个身份 在鱼类的身上 可谓是转换自如 已经完全融入当地 毒品圈子中了他 希望有更高层次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次货 那你学会了 吃到冰哥 是有次我们有朋友 他们一个女性朋友 找抓了 找抓了过后 他就有一瓶油 他就买给我 当时是一万八卖给我 然后我就把那瓶油买到 有情朋友动了 然后我就 看我们的朋友 帮我把我煮出来 来看他们煮 慢慢慢慢就 就在收入 慢慢地 鱼类发现 制造冰毒 周期短 来钱快 绝对一本万亿 于是 他便将主要精力 放在制炉上 而贩毒的事 基本都交给马仔去干 那像这么一瓶 你妈妈去土面的精油 有多少个 三四百块 三四百块 一瓶油 一百块 一万八 那三四百块 能卖多少钱 一万块 一万块 50块 一旦卖掉毒品 挣到钱 就去赌博 输完了 又开始制造冰毒 如此循环 两年来 于磊并没有攒下什么积蓄 但也从未缺过钱 因为固定的出货点 和原材料供货方 一直是于磊 制造冰毒的基础 而且 这个供货方 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父亲 于海荣 你喜欢很大 也是 10年的时候 我们把 电子全部烧 洗了 手上全部 烧了 然后我就说 这鱼园头去 他就不切 我说 咋不走鱼园头去 他说 切不得 他说 他做麻烦 说他烧的 然后 就这样 我就想 我们把 再做这个 那么 关于于于磊 制造毒品的事 他的父亲 又是否知晓呢 不知道 他问你买这个麻花素的生意 什么反应 那个什么反应 那个买麻花素的 多得肯定 是这个什么反应 你不知道你儿子 要去干嘛 我 他也是 卖谁 我 我说他也是 卖谁 我老晓得 他是什么 他一直 社会上 反应 他超多年 我们无法考证 于海仍说的是否属实 但如此话语 至少说明 他对儿子于磊的事 漠不关心 父子俩的关系 也显得尤为生疏 我听我爸说的 反正 他注意我这生意 还是可以 就是 小学 我的改善 小学四年 就是 他生意就做得 不成样子了 然后就 家里面钱都 赔光了 然后就 把我们送到老家 去读书 那个时候 我妈也跟我们爸 离婚了 那个时候 还比较穷 什么 反正我都没了钱 然后我就读书 他一天 要忙到他做生意 我妈也在新疆 反正就是 偶尔打个联合文 就是 于海荣 一直忙于生意 完全没有精力 照顾儿子 和前妻离婚不久 很快 又组织了新的家庭 从此 于磊就再也没有得到 来自父母的官案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结交了很多社会上的朋友 最终成为毒品圈内 炙手可热的制毒高手 由于缺乏家庭的官案 以及父母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于磊走上了一条错误的人生道路 同时 他也成为了毒品的受害者 目前 于磊以涉嫌制造毒品罪 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以涉嫌同样罪名 被移送检察机关起诉的 还有李俊慧向一金夫妇 其余12人也分别以涉嫌贩卖毒品罪 运输毒品罪 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 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陈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